看一下,如果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個地點的資料之後 那其實你看在這裡有一個工具有沒有發現 你也可以自己新增對不對 比如說如果不夠了,你自己打完之後再增加也可以 那這裡有一個就是這個,畫一條線 點下去之後有沒有很多線 畫一條線可以很多種 你可以是單獨是線條或形狀 也可以是什麼 你的這個所謂的行車的或步行的路線 比如說如果你有辦雲隊的話 要告訴人家怎麼走的 對不對,這也是一種方式 我們先看如果你是線條的 那你就假設要從這邊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有沒有 就很單純 那等到你確定OK了 你就點兩下 這樣這條線就完成了 這條線就完成了 那它要叫什麼名稱 你可能會問 第二個 這個線這樣是不是看不太清楚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左手邊 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它都是一個什麼 一個像塗層一樣的東西 所以呢 今天如果你覺得這個不OK 好,按右鍵 等一下 點到它 這裡,你可以再來這邊做編輯 把它的名稱設定好 甚至你可以加上我們剛剛講的照片 照片 那這樣的話就會比較清楚 那顏色的部分呢 你可以從這個旁邊這裡 就是旁邊這邊 這個油氣桶點一下 你可以直接改變顏色 比如說我用藍色的 藍色的 藍色的 那線要粗一點 有沒有這樣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對不對 好,OK啦 所以我們稍微補充一下 那至於這個 測量的就不用了 那相對的 如果你是一個封閉區域的話 比如說我從這邊 到這裡 到這裡 最後再把它 這樣 有沒有發現變成一個封閉區域 好,那我先暫時用名稱 沒關係 名稱先不管它 那麼我們來這邊 滑過來 一樣 因為你是名稱 所以會有什麼 那個封閉區域 所以除了線以外 裡面的 顏色的透明度也可以改 所以有時候 我們在套疊東西的時候 這樣子這個工具 就相對比較方便 有沒有這樣 我們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對不對 你可以是線 也可以是什麼 多邊形的 OK